其实应该讲啦 这一期的杂志 就是经理人杂志呢 就把这个游戏这五片 这部片的五大金句点出来 我也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他就有讲到说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跟这个台湾人符合 可能我觉得应该跟韩国的人 比较不一样 因为文化不一样 他在五大金句有讲到 与其能活得出去像狗一样死去 我宁愿在这儿试着做点什么再死 对第二句是 人不是因为值得相信才相信的 是因为不相信自己就会无依无靠 大家想一想思考一下这些金句 第三个你有理由要离开 但我没有 但要让有理由的人离开才对 这是当时那位脱北泽江小 另外一位朋友跟他讲的故事 就是他说他没有理由离开 所以他让江小离开了 这位脱北泽离开 第四个是我能活着 并不是脱他的福 我能活着是因为我拼死拼活 都要生存下来 这句话我觉得我还蛮有感的 在韩国社会当中 其实他们就是这样子 拼死拼活 即使是你死我亡 都要生存下来 在韩国社会当中 不管是财阀社会 或者是现在他们的压力 非常大的社会都是如此 因此为什么他们喝醉 喝酒喝醉 喝到两三点压力这么大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还要喝醒酒汤 因为他们工作每天只睡五 他们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还要跟老板去应酬 不去的话可能还要被 这个等于说要被饭而掉 然后可能会被就是长官说 哎你怎么没有来参加不团结 没有fighting这样子 对然后第二天还是要努力的 辛苦的工作要喝醒酒汤 第五个是你知道身文 身无分文的人家 跟家财万贯的人 共通点是什么吗 就是人生毫无乐趣可言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句话 其实在寄生上流 跟这部游鱼游戏其实都有这一句话的点 你们记得如果大家有看寄生上流 他们有一个小朋友在帐篷里面下雨 下雨的时候那些低阶层的金家的人 他们是很可怜的房子都淹水 整个房子都泡水了 但是金家的那个另外一个普家的 那个小男生有钱人的那个男生 他是在雨中玩着雨 然后在帐篷里面玩着这个下雨的游戏 对比下来是非常的恐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我们的游戏游戏 有钱的人看你在玩这些生死游戏 但是他们也觉得无聊 但是这些要求生存 求拿钱的人 他们反而是要拼死拼活的 在这个生存游戏火下去 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 对我看到血流成河了 活的都没有意义 真的是拼死拼活 韩国生活真的 我的韩国进骨朋友们 真的是蛮惨的 尤其是第五点 你真的要想到的是 真的是人生 他们的身无分文跟家财万贯 从记身上流到游戏游戏都是如此 当然这五句金句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许台湾没有这么适合 但是大家可以从这边来看到 就是说其实游戏游戏这部片里面 其实也反映了真实韩国社会的现实社会 当然啦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除了反映韩国的现实社会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 这个小编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汤先倒出来吗 这个里面好像有袋子 这个我们的韩国料理 其实这个已经就是拿出来 因为我们在火会介绍美食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全程都看完 会介绍韩国今天的美食是什么 大家也可以猜一猜 好 Hands on你好很 有钱人就是这样的心态 是的 今年的韩国银行家庭借贷破了6.5兆 是的 是的 书张书贞昌美金小安国 其实因为我们是新的节目啦 希望大家就是大家帮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 其实这个节目其实是比较 我们的硬的财经议题 然后软的比如说BTS 我们都会讲 对然后呢其实要讲一下就是 南韩的这个高房价的问题啊 真的是比台湾还惨 因为来讲南韩的这个房产 问题是文在寅就是非常头痛的问题 他现在呢要怎么说呢 他有两个他上任以来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疫情的问题 他遇到的首先的是韩国的这个 丢塔病毒还有就是四次的疫情的问题 没有解决 当然现在已经缓和下来了啦 他们的疫苗问题已经就是 等于是说他的这个疫情 已经稍微稍微的这个缓和下来了 文在寅在迎接任期的末年喔 最后一年这个高楼市跟这个疫情 这个问题真的是难解 迎来最后一年的文在寅政府 面临的新冠疫情呢 其实呢就是现在稍微稍微是已经 摆脱了一点点 不过高房地产这个调控啊 越涨越高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民众其实是非常抗议的喔 文在寅政府的民众的这个声望呢 则是在十月后下届总统的选举 这个可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数 怎么说呢 总统文在寅呢已经把终结新冠疫情 以及这个厨房地产腐败 视为核心的施政课题 问题是啊 公众对于文在寅的支持 支持这个率啊持续走低 为什么呢 执政的这个共同民主党 在四期在补选中惨败 拖累了整个施政的动力 怎么说呢 随着大选政局来临呢 文在寅的国阵这个掌控力呢 恐怕进一步被削弱 为什么呢 先跟大家说这个跟最新最新 这个南韩的新冠疫情 好像有好转一点点啦 因为文在寅现在上任疫情 最后一年遇到的就是 韩国的这个COVID-19的疫情 Delta病毒一击 就是这个高房价的问题 最新的这个昨天的消息 就是三星的生物室制剂呢 传出正式投入了 生产莫德大疫苗 跟美国以外的这个市场咯 之前一直说就是卡关嘛 就是三星的那个李在龙出来 之后哎怎么就是 可以就是已经生产莫德纳疫苗了 今年5月22号不是莫德纳公司 就是在美国华部签署协议 莫德纳将拖这个三星生物制剂 在南韩生产莫德纳新冠疫苗吗 哎要拖要供给 就是美国以外的这个市场 没想到就是哎一直拖一直拖 就好像都已经出问题 不过现在呢 韩国的生计制药界的消息人士 就是在14号已经公布了三星的生物制剂 在今年8月完成试生产之后呢 正式要投入莫德纳疫苗的这个生产 现在确定呢除了国内的生产充足之外呢 只要通过GMP的这个检查呢 三星生物制药呢 期待这个月10月份就能获得相关的批试 也就是说10月份的GMP通过之后呢 它以后就可以等于是对外出口 就是等于在台韩国生产莫德纳的疫苗 然后对外出口 哎这个速度好像真的蛮快的 这个文在寅说的 已经稳定了这个所谓的莫德纳疫苗啊 或者是所谓的COVID-19的这个疫情的 控制疫情 疫情好像已经被控制了 然后包括确保了9900万人份的疫苗的基础 这个进一步采购疫苗提高接种的速度 这个部分已经就是好像被摆平了 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提到 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头头的问题 就是房地产的问题呀 也是个烫手山域 怎么说呢 这被称为房地产问题被称为这个大选前 总统大选前的前哨战哦 这个补选这个落败 也归咎于这个楼市调控不利 政府聚焦保护刚需抑制投机 推出20多人的新政啊 这首度圈这些地方房价不跌反涨 让这个基准的房价实际市价靠拢 这个所谓的做法造成业主的税负 非常非常的严重 雪上加上的是南韩的土地住宅公社的员工们 利用第三期的这个新陈项目哦 幕后资讯投机套取了真地款 触动了什么呢 居住不平等 这跟南韩人最敏感的神经 就由朝国暗影发的不公正的 这个争议再次发酵 政府正是被贴上 只许周关放火啊 不许百姓点灯的标签 所以这个所谓的高楼 高房价的这个不公明 这个不透明的这个部分 让文在寅现在是有点头痛 而且南韩的这个房产问题啊 文在寅啊 现在要控制房价不利 就受到民众的审判啦 大家可以看到哦 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呢 他在发表 新瓦台在这个春秋管发表 这个就职四周年讲话的时候 就受记者提问表示 政府呢 因为没有实施这个 所谓的稳定房地产的价格目标 受到选民严重的这个批判 今后一定要有调整 但是调整怎么调整呢 这个过去四年哦 最遗憾的就是 真的是没有办法狡辩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房地产 这个违规草地的事件 加上高房价之下呢 今年已经超过十万人 签出首尔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知道了 首尔呢 是大家最想住的地方嘛 但是呢 有十万2475万人 现在今年上半年哦 人口就减少了首尔 就已经减少了十万多人 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 房子真的太贵 都移出这个首尔的地区了 另外呢 还有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首尔的房价 房租暴涨 住房压力高 导致于 你可以看到 像是经济道过去一年 常住的人口 因为经济道就在首尔旁边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在首尔的上方这边 他们呢等于就是 就签到干脆经济道 变成说你交通比较 就是要往来比较不方便一点 像我一个庆古朋友 庆古就是韩国的朋友的意思 我一个韩国朋友他就说啦 他就住在经济道 然后到首尔就是通地铁 大概每天要大概50到一个小时的 这个就是他们搭地铁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房价实在太高了 那等于是经济道就是今年 过去一年也增加了16万 表示说首尔签出的人 今年上半年 因为房价实在太高了 就已经签出了 首尔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喔 南韩的开放研究院KDI呢 也表示说 因为呢 住房压力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职业跟教育的问题 7.5万 59万的人 签入首尔 因为房价压力实在太高啦 家庭问题啊 环境问题啊 真的是太多太多人签出首尔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房价高嘛 你要知道房价的物价 就是房价物价高都在首尔 首尔的物价 民生用品其实也是比台湾高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统计厅呢 其实有讲到一些数字 我们来看一下喔 就是如果不是你是高收入阶层 真的是很难在首尔这些首都区买房跟租房的 怎么说呢 呃 首尔市九月 今年九月份喔 公寓的平均价 大家看一下数字 平均价已经超过台湾的台币2800万 这不是四五十平喔 大概二三十平的房价 对 已经是平均是2800多万 今年呢 九月份呢 超过了台币2800万 而且呢 重点是逼近十二亿韩元 大约是2832万台币 首尔的这个楼市的价格呢 今年以来涨幅已经超过了1.5亿韩元 重点是 它的公寓高楼 就是大 不是别墅 不是有钱人住的 这是一般的那种公寓喔 公寓价格上涨 还拉动了房租的普涨 重点是 这个资料来源是来自这个南韩的KB国民银行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薪水不够付房租真的太贵 当然人们都移民了 一批五二四七 真的真的真的是蛮难的 因为他们韩国的薪水 真的也是蛮高的 不过老实讲 他们薪水高 房价高 什么都高 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 更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基本上呢 他们公寓价格的上涨 拉动了房价 房租的普涨喔 同期呢 首尔市的公寓呢 这个平均租价是6.5365亿韩元喔 比这个 等于是说周遭涨了 大概快一千零二十万韩元 京畿道跟仁川市也都跟着涨了 等于是说首尔附近的 就是包括京畿道 仁川首尔广域市 都跟着涨了 然后呢 这个现象带动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是什么现象呢 也不是有趣啦 是我觉得有点 怎么说有点悲惨的现象 就是 我昨天才跟我的韩国朋友通电话 因为他本来今天要上视讯的 但是他今天因为他有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上视讯 他说 他来到台湾就业嘛 他来台湾十多年了 那觉得台湾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好 因为就是物价水平非常的 虽然我们自己觉得物价水平可能很高 但是他们说物价水平台湾太幸福了 然后租房子也非常的便宜 你知道吗 男孩三十多岁 未婚人群有一半以上的这个父母 是跟一半以上的人是和父母同住的 而且结婚不是人生必须的选项当中 因为房价高 就业难 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 那他们房价高啊 就像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男主角啃老族大幅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他 他现在他已经结婚了啦 而且也离婚了啦 离婚了以后 他选择就是跟他的母亲住 他住在妈妈的家 姚妈的家 然后呢 变成了一个啃老族 又是父在族 所以说这部片为什么 让大家觉得说 哎其实是反应 真的反应就是到韩国的 这个生活上的现实 我们看一下数据 30到39岁未婚人群中 54.8的人是与父母同住的哦 20到44岁的未婚人 是与父母同居 占62.3 因为可以省一下 就是吃饭的钱嘛 对不对 可以省一下吃饭的钱 然后还有根据这个统计啊 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房价高 住进阳光照不尽的半地下屋 是与父母同住的 就是与父母同住的 叫做做做做做做做的 就是与父母同住的 这里是与父母同住的 对